我进入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特别纠结 Elemis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享重的一个品牌 但是居然这个卸妆膏都是他们家的大爆品 如果你只是说我要追求卸得干净 不说话它有点贵 但如果你是追求在卸完妆之后 皮肤就很像是做了那种保湿面膜 滋养面膜之后又嫩又滑又有光泽 我觉得Elemis大家一定要试 他们家有三个味道 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玫瑰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玫瑰味是没有平替的 你闻到他们家的玫瑰香 会感觉坐在一个非常含苞待放的玫瑰妆园里面 去卸我的妆 就粉色的这个是纯玫瑰精油 没有任何的裱活 所以你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卸妆的时候 你是用17种玫瑰精油在保护你的皮肤 在滋养我们的整个毛孔 那你卸完妆之后 你的整个皮肤不润都很难啊 它的膏底跟我们正常的卸妆膏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真的很像是精油面膜 对它真的很像是一个精油面膜 我这一次去泰国的时候 我就把它带过去的 完之后也没有打光 可是你就能看到 我用他们家的卸妆膏 跟用他们家的洗面奶 洗完之后我的脸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润 亮 软 Rushen其实是听过我们的同事 有一些说 它的卸妆不是那么快 因为它里面其实是完全精油 把我们的妆融掉的 所以我们其实要给它一点点时间 它在溶解我们妆的同时呢 其实精油是直接吃进我们的皮肤里面 让我们每个毛孔都有被滋润到 然后如果你平时是特别爱用刮痧板的话 你可以直接拿它当按摩膏 然后如果你比如说现在出差 没有带保湿面膜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卸妆膏当成一个保湿面膜 它这个毛巾打湿 这个时候你的所有的妆都会顺着这个毛巾全部戴下来 然后我们再洗一下 自然光完之后我的脸的皮肤状态 不涂任何东西的情况下 都会有那种微微的光泽感 这是不是很像我们做完面膜之后的脸 看到这个视频的所有贵妇姐姐 你真的追求那种就是卸完妆之后 整个皮肤的那种光泽感 真的是想要用一个眼膚型的卸妆膏的话 我觉得Elamis一定要去试一下